森林遊樂區裡 許多民眾前來健行避暑 想要親近大自然 很熱啊 來這邊 避暑這樣 親近自然 享受森林域 有意健康 台大實驗林管理處調查顯示 走溪頭步道3小時 有7成5民眾明顯感到紓壓 當地居民三高情況 也比都會區少 最近暑假更成為避暑勝地 最近天氣都很熱 那溪頭這邊的溫度呢 大概都是22、23度 都是大自然的冷氣 所以遊客都很喜歡上來山上 醫師表示森林裡的負離子跟芬多精 對人體健康有正面影響 負離子可以跟它產生中和 那所以可以對我們來說 可以比較不會那麼快的老化 有某些種類的芬多精 在植物在特殊狀況之下 散發出來的確是對人體 是有一些幫助 也有抗氧化的效果 暑假期間到森林裡走走 不但可以避暑 呼吸新鮮空氣 同時也能活絡筋骨 達到運動健身的效果 大愛新聞張貴端 欧阳光輝中部綜合報導 接下來帶你認識他